嗨 一個單邊的雙腿款 是斯文德里 也可以享受這個 夏天的 專有Cutting 真的去到 夏天 夏天才會有這種 風格 我自己都頗喜歡雙腿款 不過如果你說 以買賣的立場 我們是賣單邊的雙腿 好過雙邊的雙腿 可能就會覺得 有一點可以了 不要露太多 這樣的想法 單邊也是有 不規則的 那種隨意的理感 這個是吊帶 你會看到其實都遮到 可能剛才我自己穿的時候 整理一下之後 就可以固定到那個位置 也不會說 額外多條帶 你看到off shoulder這個位置 也不是說 露太多 也有一個ruffle 可以遮到手臂 一個隨意的線條感 剛才我剛才介紹的那個 也有少少類的 不過布質是兩種不同的 這個是一個雪紡布料 除了一個 除了一個線條感 一個格子拼布的線條感之外 在中間也有一個ruffle的伸弦 去到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其實三身都是挺長身的 我也是建議塞一點點 做回 剛剛在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其實我塞了之後 這個位置也不是太頂起的 那它的布也是偏軟的 就不會怕 攝完之後 這個位置這樣直立了 沒有這個情況的 那也是雪紡比較軟的布料 那在空位的位置 其實也是一個 師傅的lace 但是它 一來它的布質夠挺 它這個沒有 有少少的 我想說沒有奢侈 但其實有的 這個位置 它的布質夠挺身 所以它可以站立 所以不會這樣 加上 加上它在這裡 對 釘了一口 對 那就可以令到那個 狀態會更加 完整 對 那就不需要怕 跌下來跌下來的情況 這樣就很硬硬的 我們看到都是一支支 這樣站立了 對 那這個就是兩個顏色 一個很浪漫的 淺粉紫色 另外這個是 Baby Pink粉紅色 偏甜一點 因為它整個顏色比較軟一點 所以偏向Baby Pink的 那我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軟一點的色調 對 那剛才 也有輕輕的戴過 就是這個款 對不起 這個藍色的碎花裙 可以駕馭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對 像我現在這個紫色 或者這個粉色 它都可以好好地相處 那大家可以參考 這條裙的可數色 真的相當之高 而這個單邊 off-roder的款 亦都可以搭配到一個 甜點的 因為小花裙 你怎麼都會覺得 有些度假風 或者一些 輕鬆一點的 旅行風 即是旅行味道 重一點的感覺 那一會兒我會再搭配一些 比較斯文一點的款式 這樣就適合上班去配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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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